大家好,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Lois,最近好像有東西找到我們 對呀,關於Leica的鏡子和機器 我剛玩Leica,但也有些拆頭 整個百年歷史,35mm、28mm、50mm 都出了很多不同年代的版本 我們這些初入門的,究竟選擇什麼鏡子 你是最熟悉的,做了十多年 你是專家了,不如你介紹一下 我們這些初入門玩Leica的 從哪些鏡子入售好 好,機器要不要介紹給你 當然要,Leica鏡當然要配上Leica機 現在桌面我已經準備好了 譬如說這部240 如果你說初學是最好的 因為它是數碼機,不用充費 那麼複雜,也不用等 數碼機,2400萬像 就算現在最新版本是M10也好 所以其實解像度是足夠的 但我看到樣子和以前的飛鏡機一模一樣 對,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顯示器轉了 是 有一個感應器來代替一個飛鏡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有一個Live View 沒錯,這個很重要 就是當是無反的用 萬一你初初用的時候 搞不定的 因為有些師兄都說 對著那個裡面那個 Wake Flider Wake Flider 如果用Live View 就是要試或要接 一定不能輸 我又想問 還有選擇 不好意思 不要緊,我又想問 線框是否定了一個範圍 例如多少mm至多少mm 28mm到135mm 是否這樣 如果M機的線框 一般現在的數碼機 就是28mm 是 35mm 50mm 75mm 90mm 135mm 是 有Live View 可以用21mm 24mm去看 是 可以看到 在拍攝什麼 例如你有經驗 你可以自己去猜 例如21mm等於90度 但如果你初初用的時候 這個是可以幫助 哪有你那麼厲害 拍照你是強項 我對機器很熟 我對機器很熟 我還可以插到一個 電子觀景器 好的 電子觀景器 除了方便 有時在外面 因為曬光 你就看不到 而且還可以調校角度 很棒 可以調校到90度 低角度 低角度 好像反屏幕的高屏幕 類似這樣 就不用跌落地 很棒 很棒 這個是挺好的設計 好 比如說機器大致是這樣 其實有其他不同的選擇 都可以的 如果你性價比最高 我覺得是240 240 無所謂是MP240 或者是就這樣240 都可以的 那 你說M9 那些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M9 選擇的時候 都有些少許技巧 很多時候會說 這個CCD的 有些調校問題 變成很多時候 你最初玩的 這些那麼複雜的 我們都是用240 不如你索性簡單一點 沒錯 所以很多新朋友想玩的話 我都建議選擇240 由於Live View 一定可以選擇 這部 對 機器就想了 鏡子呢 我現在桌面有幾支鏡子 譬如說你比較拍攝 Y一點 28 28 30 50 沒錯 那你28 譬如說28 2.8 這支就是球片設計 是 如果你是拍攝的時候 色階 灰階 比較豐富 那 多了一槽的Lica味 不會太現代 你玩Lica就是想玩它那種味 對 這支它又不會很貴 就是下約一萬元左右 如果拉塔來說 對 那28 2.8 又看到線框 入門也是很容易入門 一部機一支鏡 對 如果你說我主要是拍攝景為主 可能旅遊 那就先買一支28 之後再想其他東西 拍攝最多東西可以慢慢玩 以前經常想著 一部機一支鏡很貴 天價這樣 聽你講完又好像不是 那你譬如說現在二手也是兩萬元 鬆一點 那再加上一支鏡 一萬元 又不是離地 那你三萬多 對 什麼都要 拉卡 如果你有拍攝人物 我會建議選一支50mm 最常用 這支也是很棒的 這支也是我第一支50mm的鏡頭 它有一個Build in group 以及對焦的行程很短 很快 你怎樣吸引到你買第一支 是買它 一定有它的賣點 你才會 第一支我要用 又是小小的 其實二缸 不要看少於二缸圈 其實二缸圈的散徑也不錯 因為你也知道 你只要最大缸圈 最近距離 你就夠了 經常都不問過問題 對 拉卡 開盡光圈可不可以 當然沒問題 不是買這麼大的光圈做甚麼 所以你說二缸圈 它是交足貨二缸圈 所以是足夠的 至於1.4mm好不好 當然是好 問題是 如果你初初用的時候 想試一下水溫 還有一個入門的選擇 是可以的 也是那個問題 這些又是甚麼價錢 這支也不是貴的 都是賣相一點的 是 如果你說U-SERCADESION 那不就更便宜 那還可以的 是的 這支可以的 這支選擇不錯 因為50元通常都用來拍攝人 都很漂亮 散景 是的 還可以的 最近我也有用過一支50元 去一次旅行 都不錯的效果 可以之後介紹一下你的相片 給我看看 沒有問題 對了 那麼 50元說了 OK 你接下來 譬如說我拍攝 可能是拍攝 我也不知道自己拍攝甚麼 可能是拍攝景 拍攝人 也有的 小朋友 對 比較隨意的 不是個別去選擇某些 你可以選擇這支 這支是35指 這支很小的 我們叫做七枚 因為它有七塊玻璃 對 七枚玻璃 對 細枝 這些帶來旅行方便 細枝 對 細枝輕 其實它最近對焦 0.7米 其實都可以 是 如果你譬如說拍攝人物 遮一點 它也有足夠的閃鏡 有時候我們這些初入門 看到這麼細枝 可以的 人家那些大大枝 這支是OK的 稍後我給你一些相片 你看看 你就知道 好 到底是怎樣 對 因為樣貌 嘩 真的可以嗎 這麼細枝 可以的 不要看它細枝 它絕對是 可以交到功課 給你 而且我用了 這麼久也好 我再用 我也發覺 會有驚喜的時間 會覺得 嘩 這麼漂亮 你拍得很漂亮 那個是你 這個是真的 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個鏡頭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 它是一個球影設計 是 有氣氛 還有 顏色比較鮮艷 銳利度也足夠 這件事 是初初入門的 我們 太多不同的版本 這支和這支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什麼分別呢 這些就是我們想知道的東西 例如 第一代上來 你經常都會說 你喜歡拍什麼 喜歡看什麼照片 我是要看你拍什麼是主題 這個是一個重點 其實我之前拍了很多不同的影片 有介紹不同的系列 甚至說 如果你有朋友 或者你自己 有什麼想選擇的 拍什麼題材 我可以上來和他聊聊 我也可以介紹給他 因為始終 上了Youtube的照片 會壓縮了解像動 上來直接看 對 各樣東西都差一點 你知道 在電腦帶電腦看 那個感受 完全不同 那樣東西 OK 還有一支鏡頭 其實也是352 是 這支 不同的地方 就是 銳利一點 是 是 是一個非球面的設計 是否現代感 這支 現代感 你說我主要都是拍攝景 人蜜 其他東西很少 那這支不拍 很銳利 很銳利 好似我這麼多瑕疵 那這支 那拍這支 可能真的 拍我的女朋友 又不行 不漂亮 不會的 牌子 ABCDE 那麼多一個 那你就選擇一個好一點 對 或者送好一點的化妝品 我女朋友 都一百年紀 都是選擇一些 有些氣氛 那要適合七枚 適合七枚 所以很多初學 都會選擇七枚 是 因為 不會那麼 很銳利 你這樣說 我怕選擇七枚 那些女朋友 都是不漂亮的 那不是 除了你 是 因為 有一點瑕疵 例如黑眼圈 是 或者有些 其他的 就是 皺紋 這些好事 如果你這樣說 我省了 不用撿照 是 所以 拍攝出來 已經是很 因為很多時候 不用說 你開始旅行 可能拍一千張 是 沒有可能 又撿到便 沒有可能 做不太多 所以 這不是攝影的樂趣 你說要交功課 沒有辦法 但如果自己有興趣 我覺得這些氣氛和感覺才是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拉卡給我們 對 沒錯 有不同的年代 又有不同的效果 不同年代出的鏡子 也有不同的效果 例如拍人 拍風景 適合不同的環境 去選擇不同的鏡子 去使用 對嗎 沒錯 那就介紹了這麼多 我先給照片看看 好 謝謝你 Fanky 好的 去片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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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